虽然已经过了历秋,天气却越来越热 不只人受不了,乳牛的胃口也变差 牛奶产量就减少了三成 云林轮贝是台湾牛奶的第二大产区 洛农为了维持产量,装电风扇和水雾来帮乳牛降温 但是电费如果持续再涨价,洛农恐怕会吃不消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,连乳牛也胃口不好 云林轮贝乡洛农估计,乳牛蜜乳量减少二至三成 为了让乳牛清凉一下才有心情正常缠乳 洛农户不惜成本,加装大型电风扇与喷水雾气 因为热嘛,它吃不下,就是变成要用电风 用噴霧来消暑,没办法,因为气太热了 洛农说每年到了夏天都是这种情况 温控的水雾装置,还有一支支大型风扇全天后开启 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的电费支出就必然会提高很多 如果以冬天到夏天来说,所以差不多一倍的电池出来 洛农表示夏天牛乳的收购价格会比冬天高出两成左右 同时饲料成本也比冬天少 所以多出来的电费支出,暂时还是可以打平 不过如果夏天电费持续涨价,恐怕还是受不了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又名,陈一文,台湾云林采访报道